约书亚纪第22章 那时约书亚把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召了来,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都遵守了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你们也都听从了 这许多日子以来,你们一直没有撇弃你们的兄弟直到今日 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的命令,你们也遵守了 现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他应许的,已经使你们兄弟得享平安 现在你们可以返回自己家里 回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赐给你们做产业的地方去 只是你们要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一切道路 谨守他的诫命,紧紧倚靠他,一心一意侍奉他 于是约书亚给他们祝福,打发他们回去 他们就回自己的家里去了 摩西在巴山,已经把产业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 至于另外半个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他们的兄弟中间,也把产业分给了他们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家去的时候 给他们祝福,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许多财物,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以及许多衣服回自己的家去吧 也要把你们从仇敌夺得的战利品 与你们的兄弟同分 于是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从迦南地的士罗启程 离开以色列人,回到他们所得的产业激烈地区 就是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 赐给他们的产业 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来到迦南地靠近约旦河的地区 就在约旦河边那里筑了一座祭坛 那坛十分壮观 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就说 看啊,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在迦南地边境,靠近约旦河的地区 以色列人境内,逐了一座坛 以色列人听见了这事 以色列全体会众就聚集在士罗 要上去讨伐他们 以色列人派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菲尼哈 到激烈地区见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又派十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 每一个都代表以色列的支派家族 他们是全体以色列各家族的领袖 他们去到激烈地 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的全体会众这样说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 竟对以色列的神不忠 今日转离不跟从耶和华 为自己筑了一座坛 背叛了耶和华 从前拜皮尔的罪孽 我们还以为是小事吗? 虽然有灾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尽这罪呢 你们今日竟转离不跟从耶和华吗? 今日你们既然背叛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体会众发怒了 如果你们认为所得的地业不洁净 你们可以过到耶和华的地业 就是耶和华的帐木居住的地方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 也不可背叛我们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坛以外 为自己筑另一座坛 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 不是在当毁灭的物上犯了不忠的罪 以致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会众吗? 因他的罪孽而死的还不止他一人呢 于是刘本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 回答以色列的统领说 大能者神耶和华 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 愿以色列也知道 如果我们存心背叛 或是对耶和华不忠 今日就不要放过我们 我们若是为自己筑坛 转离不跟从耶和华 或是把凡记、肃记和平安记陷在坛上 愿耶和华亲自追究我们 我们做这事实在是有理由的 因为顾虑将来你们的子孙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 刘本人和加德人啊! 耶和华定了约旦河 做我们和你们中间的将界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 这样你们的子孙 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 我们逐一座坛吧 不是为了献凡记 也不是为了献别的记 而是为了在你们和我们中间 也在我们的后代中间做证据 使我们也可以在耶和华面前 用凡记、别的记和平安记 侍奉耶和华 免得你们的子孙将来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 因此我们说 将来有人对我们 或是对我们的后代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 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 是耶和华的祭坛的模式 这并不是用来献凡记 也不是用来献别的记 而是在我们和你们中间做证据 我们绝没有背叛耶和华的意思 今日要转离不跟从耶和华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账目前的祭坛以外 令主一座坛 为了献凡记、肃记和别的记 菲尼哈祭司和会众的领袖 以及与祭司同来的以色列的统领 听了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人说的话 都很满意 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菲尼哈 对刘本人、迦德人和马拿西人说 今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的 因为你们并没有对耶和华不忠 现在你们已经救了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 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和众领袖 离开了刘本人和迦德人 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以色列人那里 把这事向他们报告 以色列人对这事都很满意 就称颂神 不再说要上去讨伐刘本人和迦德人 毁灭他们所住的地方了 刘本人和迦德人给那坛起名叫正坛 因为他们说 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 现在我们下转转的地方了 我们下转转的地方了 我们下转的地方了 然后找他们下转的地方了 再转的地方了 我已经请完成一直下转的地方了 我把这句话 后要跟这些个转发